為什麼一定要安排這麼多人呢 他就想跟你 還是你完全沒有辦法 當然是比較努力 做人是沒有錯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大家一起出來玩才熱鬧嘛 不是嗎 不是嗎 不是… 不是嗎 人家每天早上就是PO個 沒有穿衣服的照片說 做早餐給你吃那種 到底那張照片是誰幫他拍的 我還在Danny啊 我還在Danny啊 不是他說要先搞清楚 幫你拍照的人是誰 沒有人啊 當然啊 每次都講說我們那個 帶狐群狗黨來打 破壞你們的好心情嘛 對不對 那今天我們就請到了 對這個主題非常的負荷 老師被另外一半打壞心情 歡迎我們三位女人團 當然還有呢 開開心心出門 怎麼樣回家 獨獨男男回家 歡迎我們的聯合國新男 我們要問一下三位女人團 有沒有過你們跟另外一半的朋友 出去玩 然後發生一件 讓你覺得很煞風景的事情 或者是自己本人就很煞風 我們請西田大哥本人來講好了 就煞風景 對 我有遇過 我覺得剛剛小楊哥說 一群人出去玩很熱鬧沒錯 是 可是不用每一件事情 都一定要強迫我們 跟著你們去做 像譬如說 我們有分不同的朋友 像白天就是杜力一定要出來 因為他晚上不能出來 晚上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換法比歐 每天有不一樣的 神經病 有一次我就是去長灘島 然後男生們呢 他們其實已經傳統好 就是要慫恿我跟他們 一起去玩一些 他們想玩的遊戲 因為我本身個人 就是非常的膽小 我出去都不玩遊樂設施的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走啦 Miko 我們去玩那個東西很舒服 可以看風景 然後你去那邊可以很自在 很自在的玩 我想說是什麼啊 感覺好像還滿享受的 於是我就跟著去了 結果去了之後才知道 他們是要玩 好玩 其實好像有八層樓高耶 是跳海嗎 對 跳海 對 後來呢 他們想說我已經有一點不高興了 於是就說 好啦 那我們去看黃昏 然後做那個風帆 去看日落的意思 對… 然後很漂亮 我想說好吧 就是 黃昏然後做那個風帆 應該不會刺激到哪去 那它是因為有兩隻那個板子 是坐在那板子上面 那我這邊的男生都是重的 都是比較大隻的 我們出海的時候 海水一直往我身上坡 一直往我身上坡 我那天回來 大家說好漂亮… 我完全看不到風景 我只看到海水 但是我也有發生一些很誇張的事情 而且都是女生害的 我跟你說 真的… 你其實已經很久沒有出來 坐在這裡來 對啊 來這裡聊嘛好不好 Baby 因為我之前… 之前答應我朋友 另外一半 他就說 我們要去遊樂園玩 像你說的這樣子 遊樂園 就是要去哪裡要幹嘛 玩啊 一定要玩啊 拍照個頭啦 你罵我 那是一個美好的記憶耶 沒有… 你去遊樂園 就是要玩那個雨消飛車對不對 對 或是那個摩天輪啊 什麼 你去那邊就是這樣子 而且是他跟他朋友 約我去玩 對啊 那他其他的朋友 不要這樣子想要幹嘛 反正我們想說 那我就很喜歡遊樂園 然後說我一定要去啊 好 我們去 我們從嘉義騎摩托車到那個 劍富山 劍富山吧 劍湖山 劍湖山 那我很開心 我就說 從嘉義騎摩托車就很爽 但是他的朋友圈裡面 全部都是女生 只有一個男生而已 就是他另外一個朋友的男朋友 然後說沒關係 那我們就一起去玩 我們一到 我看到一個雲霄飛車 好像是叫G5之類的 我忘記 對 很刺激 超好玩對不對 然後就說 我們去玩 我們去玩這個 所有女生就說 我不敢 我不敢 然後想說 我們來遊樂園 然後說 這個可能是有點太刺激 對 真的 那沒關係 然後我就 至好我跟另外一個男生一起去做 好 第一次我可以接受 然後我們就走一走 然後就看到那個摩天輪 然後說我們一起去 女生 沒有… 我怕高 太高…我怕 就變成我 好無聊耶 跟另外一個男生 去了 遊作 摩天輪 那你們兩個在裡面 護衛冰淇淋嗎 沒有 我們一起 獨照這樣好不好 所以每個設施你都去做 都是這樣 我們玩那個 結果整趟玩完 對 哪一天塞得很黑耶 我還沒有擺回來 你知道嗎 那還不錯啊 你女朋友幫你找了一個伴 讓你可以跟他一起玩耶 總比你一個人做好吧 對 沒有 這是錯的… 我們已經買好那個門票 我們從嘉義騎摩托車到那邊 已經超過一個小時 他整個那個過程當中 都沒有跟你一起玩嗎 都沒有 他有跟我玩一些拍照 咖啡杯 我要幫他買一些吃的 他要幫他玩一些 射廢那些東西 對啊 所以我想說 我們去遊樂園幹嘛 浪費我的時間耶 沒有啊 旋轉木馬 我也常在玩啊 玩個兩 三次 旋轉木馬跟咖啡杯 有什麼不一樣 碰碰車我也可以喔 刺激一點的 這個我以前 旋轉木馬咖啡杯跟碰碰車 大概是20年前的遊樂園 差不多啊 差不多 而且重點是誰要跟你去玩 不要講出年紀 我不知道耶 所以重點就是 我是跟錯的女生一起去玩 對啊 你看他們三個多喜歡玩 對 因為我們 我們玩很瘋喔 你發通告費給我 我現在還是可以跟你去啊 我跟妳說 馬丁 那麼就是又一次 我從日本要回去瑞典的時候 剛好我就有一些日本朋友 他們就想說 每去過瑞典 每去過北歐 要一起嘛 然後包括我的女朋友也一起 然後大概這樣子又四個日本朋友 然後我們就回去了 那因為我想說 第一次他們來北歐 我要安排的很多 所以我安排的就 床床忙忙的 很多 我們到瑞典 我去了一個公園吧 騎馬打仗嘛 我們去那個 那是結婚那一天 對 他結婚當天都可以玩騎馬打仗 很好玩耶 你有玩過嗎 我陪你玩 叫他的新娘在裡面放著窗子 就是看他們在騎馬打仗 很好玩 很好玩 反正就是 好 我們 祝你白頭到 我們去那個公園嘛 然後去玩公園 就去另外一個公園 然後 就去看一下另外一個公園 所以你到底有多少公園 你到底有多少公園 到底有多少公園 那種人好討厭喔 不要再去公園 就是從隔壁的玉城公園 然後到三星公園 然後到大安森林公園 就這樣是不是 因為問題是瑞典只有公園 就寫 就沒有什麼好玩的 以後大家都 對啊 所以我們還有這些 我們去逛一下 然後我還有帶他們去我奶奶家 還去我媽媽家吃飯 好聊喔 我花季飆來到北歐 我去你奶奶家幹什麼 看你家道地的那個 瑞典家庭的風格 不是很好嗎 去一下道地的菜 不是很好嗎 他們就這樣 然後因為我一直就安排著沖馬 我們還要去丹麥 我們還要去 因為很近 大概二十分鐘 大概二十分鐘就可以逃走出來 丹麥去了哪裡 該不是公園嗎 問題是我們去丹麥 丹麥很多都合法了 問題是 我們到丹麥的時候 怎麼樣 剛好遇到了他們的國慶日 熟 所以呢 北歐國慶日 關閉了 一個店都沒開 便利三公園 什麼都沒有 完全沒有人 我們要跟你去北歐 對啊 你就是一個北歐人嗎 你不知道丹麥什麼時候國慶嗎 我是瑞典人 一樣嘛 北歐嘛 你知道喊我的嗎 那怎麼樣 那個去的感覺有多困難 六月你也太過分 你知道日本國慶幾月幾號 我不會帶我的朋友去日本 剛好是國慶啊 對 對嗎 你怎麼會 那個感覺我可以體會 就像你大年初一到香港 真的 你真的什麼店都關了 你知道嗎 瑞華都不一定有開喔 真的 機場裡的瑞華都不開就對了 不一定喔 對啊 真的是一過其實什麼都沒有開 什麼店都沒有 只有一個那個是路邊攤 我們買了一個 然後坐船回去了 台灣沒有樂狗嗎 沒有 因為是特別的 丹麥熱狗 丹麥你好歹也買兩盒樂高嘛 問題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真的是安排得很滿的 就是能做的 都有做 可是他們就說 瑞華安排得好無聊喔 好爛 真的很爛 很爛 很爛啊 這瑞婷就沒什麼可以做啊 是真的很爛 好硬喔 好拚喔 好拚喔 但是我有時候覺得 比如說 我們一般都會覺得 女生覺得男人很討厭嘛 男人覺得女人很討厭 可是有時候我出去玩的時候 遇到 另外一半的女生朋友也是很麻煩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很多人一出國 就特別愛吃早餐 不是 我跟你講 很多人 對 你一定要吃早餐 才四個人去香港喔 兩個要去尖沙嘴 兩個要去銅鑼灣 你這個行程怎麼走 真的要走啊 幹嘛互相等來等去 超麻煩的 那大家就一起來啊 那你一個在九龍 一個在香港 那些怎麼玩 好嗎 真的很煩 然後我們那天是這樣 就講好 10點就是吃完早餐之後 就是大家在Lobby集合這樣 然後我們就這邊等等等 我想說已經等到10點40了 為什麼還有兩個女生不下來 然後大家就 就已經有兩個人上去問了 然後兩個人就打電話下來說 她行李箱壞掉了 然後我們在下面人就想說 行李箱壞掉有什麼關係 不就是要出門了嗎 對啊 好了 她就堅持不下來 我們就一夥人七八個上去了 然後到了那個房間 就看到大家在研究那個行李箱 行李箱怎麼開是不是 對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為什麼一定要現在開行李箱 早上才10點多 有什麼好開的 早知道牙刷 對 最妙的是 我就說為什麼要關行李箱 她就說因為她怕東西 被飯店的人偷走 所以關行李箱 然後後來我就忍不住問 因為已經忙到11點多 我說請問一下 有很重要的東西我們一定要先拿走嗎 不然我們晚上再回來開就好了 她說有 那你說真的很重要 然後後來幾個男生說 好來不然把它撬開好了 再買一個新的這樣 撬開完之後 你們猜一猜她拿什麼東西 什麼 我們在日本東京 我先說日本東京 東京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非要打開行李箱拿 什麼照相機啦 或是要拍照嗎 No 化妝包 吹風機 護照可能要去那個Duty Free No 讓我剛剛等 No 護唇膏 對 護唇膏 對 對 對 你 好 好 太恐怖了 我想說 很可怕 對 嘻 是 很可怕 拍手 很好 對 謝謝 很可怕 我是